心靜則不靜,不缺忌心中 寫書法除了可以途野性情之外 原來都幫到老人家的健康,炎患腦退化 68歲的羅伯熱愛書法 他說書法令到他心境平和,忌性都好了 這個記憶力提高了 為什麼我以前沒有忌性 我現在很多時候沒有忌性 耐性就怎麼說 有些事不到你急 你只要這麼寫就這麼寫 你說浸豉油雞要慢慢浸 不是一下就可以 是有用的 本地一項有關書法治療的研究發現 練書法的確可以提升長者記憶力和認知能力 即是辨識時間、地點和人物的能力 研究將31名年齡86歲住在路日園的長者分成兩組 連續8個星期,一星期連5日書法的一組 在30分滿分的認知能力評估當中 由原來的22分有腦退化症的傾向 上升到25分的較健康水平 認知能力大大提高一成 相反沒有練書法的一組長者 評分就有輕微下降 你寫書法的時候 你真的要很專注 眼睛和手要協調 有很多老人家 他們因為有腦退化的情況 都幾大脾氣 又坐不定 唯獨是書法他就會坐得定 使得他們身心有得舒展 以及可以保持他的智力 以及使得他的心情比較平穩 不要那麼容易發脾氣 他建議老人家每日練半個小時書法 可以有效延緩腦退化 而據知光纖之父高坤也有採用書法治療 去幫助腦退化症的病情 由於老人家的記憶力和認知能力是會變差的 所以建議他們可以從臨無開始 即是在字上面慢慢跟著畫 好像畫圖一樣 再由淺入心去練習寫書法 香港福民電視記者林家瑤報道